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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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今天來分享兩個Celine的包包 它都算是小皮件來的 但是呢 一個放得下手機 一個放不下手機 但是放不下手機呢 似乎是比較 popular 的 可能是因為是新款吧 OK 我們現在就開箱給大家看一下 登登 其實我已經開過了啦 就是這種圓餅包 然後它好像就是 歐洲這邊呢就是有兩個尺寸 然後這個是小的 然後另外有一個大的是放得下手機 但是這個小的放不下手機 可是我覺得那個大的背起來就沒有那麼的可愛 然後這個是幫朋友買的 然後我就不拆了 然後它這邊有12345有5個洞洞可以調解它的背帶 然後呢背面跟前面就是都一樣的 所以沒有背面跟前面之分 然後是整個這種皮革的 然後打開之後呢 這邊 它是就是我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但是其實它是我確認過它是放不下手機的 就是這樣 登登 放不下手機 然後我就大概放一個tempo給大家看看 就是衛生紙 就放一些小小東西 但是卡包是沒有問題的 我看看我這個錢包放不放的下 這一個 但是它的開口就是新包包的時候會是比較硬的 所以比較沒有那麼好放 就是這樣放進去 好像也不行耶 而且還會就是有點呱呱包包的感覺 OK 要等它舊一點點 然後卡包是可以的 就這樣 就是放小東西 但是你可能就是要用過一陣子 它就會比較軟一點 然後它裡面整個都是皮革的 天啊 有點辛苦耶 沒有 主要是因為這是朋友的包包 我就 不好意思把它撐開了 然後 刮 也還不至於啦 反正我的皮夾已經是舊的 然後它裡面整個都是皮革的 OK 這邊 等一下可以就是四杯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另外一個呢 是我覺得 呃 我比較推薦的 因為它算是我覺得 就是使用率比較高 對 也是得利的 開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 登登 它算是一個就是WOC 然後是老花的 然後裡面有兩個夾層 那我是覺得它還蠻有設計感的 就是它 中間 就是不是整個老花 中間還有一個皮革的那個設計 我把這個 先拿起來 然後它是有 背帶 對 但是它這個 它的背帶也是可以拿掉的 所以就是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手拿包 然後也可以當成一個鞋背包這樣子 然後裡面是有八個卡架 然後這邊是可以放那個 就是鈔票的 然後裡面這樣子 然後前面呢 我覺得就是可以放手機 或者是你手機要放在這一個夾層也可以 然後這邊可以放 passport 就是旅行的時候 可以放passport 然後 然後或者是 passport在拉鍊這個地方 可能會更安全一點 對 然後這個地方 然後 好 這邊 它就是兩個夾層嘛 前面有拉鍊 然後後面有這個 然後這樣子 分兩個 分兩層扣 這樣子 然後 我可以 就是把它 把它套起來看一下它的那個 背帶的長度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我覺得蠻推薦的啦 就是 因為像 LV那一個也蠻好用的 但是 它裡面就是沒有 你就是要放那一個 如果說容量來講的話 這一個是會比較大一點 這一個是會比較大一點 把它拉出來 這一個 它也是 是這種 痘痘的 然後把它 穿進去 然後它是只有 欸它都是 Seline加好像都是五個那個 五個那個 洞洞可以 做那個 就是 調節 然後 它這個這樣 穿過去 給大家看一下 不過它的缺點就是 這個地方 會壓倒 我用在 中間 穿過去 好 奇怪 我覺得 這一 那一個應該是在 這個地方 會比較好 感覺是應該要 是不是應該在這裡 比較好 可以把它 固定 還是應該要 這樣好像也太短 把它看一下 如果是這邊 可能就很剛好 有沒有 就不會也不太會 翹起來 然後背帶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它的背帶 不算太長 然後 我可以比較一下那個 LV那一個 WOC 比較一下這個 LV WOC 就是它的厚度是比較厚的 然後 LV的價格高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 SELINE 這一個CP值 真的 滿高的 它比較 長一點 LV這個 比較長一點 但是高度的話呢 就是 SELINE這個 比較高一點點 這樣 一點點 但是厚度來說 就是 我覺得實用度 或者是容量上 不能說實用度 因為我覺得實用度這種東西 是要看 個人的使用習慣 如果你東西真的很少的話 可能LV就夠了 然後 如果是東西比較多的話 就可以選 SELINE這一個 那 價格來說 就是SELINE 會比較便宜一點點 這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 還有一個點就是 像我自己在意的點就是 LV它是 它是 金屬臉的 然後 這個是 皮革的 背帶 金屬背帶 跟皮革背帶 我可能會喜歡 皮革背帶 多一點點 因為就是 像我就是肩膀 比較沒有肉 就會 然後再加上斜肩 我就會覺得 金屬的話 可能夏天 穿 細肩帶的那種 背心的時候 就可能會 比較 不舒服一點點 但是 有的人習慣了 就 就還行 還可以這樣子 很 就是 看某個人的習慣 這樣子 然後它的背帶 是這種 鏈子 其實即便是 Chanel的那個 皮穿鏈 有時候我都會覺得 還蠻不舒服的 但是如果 冬天的話 穿 冬天 穿那個 有比較厚的衣服 其實 感覺 舒適度上 就還OK 不會不舒服 這樣子 那 WOC 原則上就是這樣子 那另外 還有一個很受歡迎 就是 Chanel的 那Chanel那個呢 就是 價位又更高了 所以我覺得 就是看個人的 預算 但是我覺得 如果說 以實用度來講 其實我覺得 這一個 這一個的容量 真的蠻大的 如果簡單來說的話 我覺得 這一個的容量 應該是最小的 然後呢 再來就是 Chanel 然後再來就是 這一個 而且它這一個就是 你會覺得它有點 比較像包包 因為它有兩個夾承 那Chanel的話 它是沒有這種 就是沒有中間這一塊 它是 就是前 就是打開 一整個打開而已 但是中間有一個拉鍊 然後它的拉 中間有一個拉鍊嗎 我忘記了 就是 它也有一個拉鍊的部分 然後前面 然後後面有一個 加承 有一個加承嗎 Chanel的我有點忘記 但是其實Chanel 你如果用久了 也可以撐蠻大的 但是容量上來講 我基本上 我覺得SELINE這個是最大的 所以呢 簡單講 就是這個CP值很高 這樣子 好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 好啦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會喜歡 掰 哈囉 就試背一下這兩個 就是Chanel的包包 給大家看一下 這兩個 圓餅包 跟一個WOC 這個圓餅包呢 是這個還蠻可愛的 這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超級可愛 但是 就是放不了 放不了手機啦 但是 比如 如果是 如果是你可以接受這個 但是想要再多放一點東西的話 就可以選擇這一個 你看他們兩個 是同一個系列的嗎 好像是 除非不是 OK 就是這兩個 然後 可以這樣寫杯 很可愛 然後 然後這個是WOC 就是真的真的 比較實用 我覺得如果說 呃 想要實 就是如果你是屬於 重視 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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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的 實用包的話 如果你是 比較重視實用度的話 我覺得就是這個 因為其實如果 如果你想要 它好 就是你會想要 背它的話 原則上就是 它很好用 你才會一直想要 背再背 甚至不想要裝包包 不想要換包包 就是這樣 大概可以 應該會心有氣氣焰吧 因為我自己就是這樣 如果包包真的很好用 我真的會 就會那一陣子 就會瘋狂的用它 有特別的那個 事情 或者是 特別要搭衣服 什麼之類的 才會想要換包包 那這一個就是這樣 然後我覺得它 中間 就是它整個 老花的話 可能就會覺得 有點太暗沉 那它這中間 就是還有一條 就是圓皮的這個 就會覺得說 還比較有造型 一點點 會覺得呢 然後 斜肺 這樣子 我現在這樣子的長度 是最長的了 然後我身高是158公分 所以呢 你看這樣子 不會太短 其實它還比那個 LV的那個WOC還要再短一點 然後我現在啊 把它調整 就是再短一點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其實啊 像比如說我們在IG上面 不是會看到一些外國的人 就是外國的人 他們都會就是 背在前面嗎 然後很時尚嗎 然後這一次我去 西班牙之後 我覺得 我去我也變死傷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就是很怕被偷東西 所以 所以 很怕被偷東西 所以呢 包包背的時候呢 就是要它在前面 你才會安心 所以你看 這樣有沒有很時尚 對 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也不 就是像我們在亞洲 可能很安全 治安很好 我們就是這樣子背 呃 這樣子是稍嫌短了一點啊 就是我們可能會這樣子背 有沒有 可是在 在歐洲啊 就是尤其是一些觀光區啊 像我去巴塞隆安的時候 我發現就是 那些媽媽 即便是帶著小孩 哇塞 也超時尚的 都背這樣 但是實際上 我在那邊 我會覺得 就是我背 我自己背包包 我也是背這樣 因為 就是在你前面啊 就像有一些觀光客 他們不是背包 會背在前面的那種概念一樣嗎 就是比較安全 因為你在後面 好像會很容易被爬 那你背在前面 你就會比較時尚 所以呢 下次 當觀光客的時候 買一個WO鞋 背在前面 就會變得 時尚的觀光客 這樣 OK 開玩笑 但是這個是真的我自己 呃 就是旅遊 我的經驗 還有就是我的感覺 我的感想 那他們其實會這樣背 也是有他自己的道理 有他們的道理的 那其實我們自己去旅遊的時候 我也很小心 也都是背這樣 但是 因為他們是本地人 他們自己都會很小心 然後 我自己去旅遊的時候 基本上 我是不會背這種 品牌包啦 我就是會背一些比較 樸素一點的包包 或者是小眾品牌的 萬一 萬一真的有怎麼樣 也比較不會心疼 當然如果是熟門熟路 或者是你可能對當地的 就是你可能 像比如說 只是去逛街 那你去的地方 可能就是在百貨裡面 或者是相對於比較好的去 比較自然比較好的去的話 就沒有關係 就是 就是 我這是個人的選擇 那我自己是偏好 就是比如說 像背 龍泉 或者是 其他 品牌 就是不是這種精品的 相對比較便宜一點 不是精品的 那個包包可以寫背這樣子 對 但是如果是WOC 因為我自己的 我自己有旅行的時候 有一個deal的WOC 但是其實我 把它當成一個情包 所以我基本上是會把它 我不會把它背出來 我是會把它放在 我的大包包裡面 就是 或者是購物袋裡面 然後把那個鏈子 就是 嗯 繞在那個 背帶上面 就是有一點 加強防 背背偷的那種感覺 這樣子 嗯 就是大概這樣跟大家分享 那其實 主要就是 這一款包包 我覺得它CP值還蠻高的 然後 如果你這樣子背 其實就是 也覺得 還有 Fashion的 對 給大家看一下 登 其實如果我覺得 它還有後 它後面如果還是有一個夾層 我覺得會更好 然後這個是最短的 就是 欸也不是最短喔 好像是 好像是 它 還可以再更短一格 但是我 不想要 我覺得這樣行背的話就夠了 那如果你想要側背 其實這樣也OK 反正呢 我覺得它容量真的蠻好的 那個 它的背帶的部分 跟Chanel比起來 就是可以調整 然後 跟那個 LV那一款 比較起來 就是 它的背帶是皮革嘛 然後又可以做調整 我覺得相對的 如果 如果 亞洲女生是比較 care長度 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這一款的 背帶部分 就有加分 的 就是 可以加分到這樣子 你們覺得 對 這樣子 但是 它可能就是 就像我介紹那個 什麼 那個小背包的時候 老花 其實就是相對會比較 暗一點 但是 就是你可能 搭配的衣服 就是要跟它有一點 不一樣對比 如果你穿全身黑 像我這樣穿全身黑 欸 其實全身 反而全身黑也蠻OK的 好 有沒有 對 全身黑 最近很喜歡穿leggy 就是直接穿leggy這樣 外褲 然後又很舒服 這樣 對 這個這樣子還蠻安全的 然後旅遊的時候 就有兩個夾成 這樣子 不過 在亞洲的話呢 就是 卡 可以直接放在這裡 但是如果真的是旅遊的話 我就建議還是 放在 拉鍊的這邊 會比較好一點 相對安全 對 因為它 如果爬手要偷 是這樣子 拿著這種 應該吧 因為我沒有被爬過 其實 但是因為我就是還蠻小心的 基本上我不太讓 只要有人一靠近我 我就 只要有人一靠近我 我就會 助力彈一下 而且上次我們旅行的時候 我也有看到一個 就是 我看 我跟我朋友一起走 但我朋友就是在看地圖 然後我就 我們兩個就搭配得很好 就是他在那邊看 他在Google Map看地圖 然後我在環繞四周的那個 環境這樣子 然後一旦有那種怪怪的人 我就會 我就會 刻意的跟他對一下眼 讓他知道 我有 注意到他這樣子 然後 有時候一邊走 如果我們離他有一點距離的話 我其實會一直轉頭 故意讓他知道 我有注意到他這樣子 OK 但是那個是有同伴 還有白天的狀況之下 如果晚上的話 就是還是先開溜尾 沒有這樣子 好啦 就介紹到這裡 希望你們會喜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呢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like 掰